大家好,我是小光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去马六甲的时候带的化妆品 跟护肤品 因为是旅行嘛 也不是去很久 是两天一夜 所以就带很少的 我就把我的专注力放在化妆品上 不护肤品 只是带了两罐 就是 呃 其实说带了三罐 只是另外那个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 所以没有用到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洗脸霜 是Inisfree的那个 街珠 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它是那个 Clay Mask系列的洗脸霜 你们应该是知道是哪一款吧 然后那一款东西 那个洗脸霜 根本把它抛在脑后了 完全忘记它的存在 所以这那两天 都没有用到它 护肤呢就是带了Nesh的 Balancing Emulsion 这个是 Sample Size 你知道的啦 Sample Size是我的天地来的 然后 是Lanege的Waterbank Essence EX 这个也是Sample Size 然后 卸妆的话呢 我带了两款 嗯 其实我是打算带一款的 只是 我在第二次确认我 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就忘记了 我其实带了一款卸妆产品 所以就有两个卸妆产品 在我手上现在 所以 其实当时 我也是 当天 也是有用到两款的 一款 就是 Balbo的Cancing 要详细的review出去我之前的 视频 看吧 是这个 All Clean Balm Paymish的All Clean Balm 这个 也是Sample Size 这个就要用完了 这个很重草药味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它 没有用完它 所以 我通常都是等 要出Trip的时候才会拿来用 只是 我拿来用最近 这几天拿来用的时候 我才发觉 哇 它的草药味好重 卸得干净 什么东西 都是好用的 带 因为我是有戴隐形眼镜 所以 隐形眼镜的K线一定要戴啦 还有 洗隐形眼镜的 Solution 一定要戴咯 我带了一片 Tony Moly的 Share Water Mask Sheet 第一 就是 Loreal Inferrable的 Stay Fresh 24 Hours Foundation 一款粉 腮红 一款是 Majorica Majorica的 Puff Dichip RD303 的腮红 to eat的腮红 虽然这个我不是拿来做腮红 我是拿来做 眼妆 Loreal的Hip Studio Secret 颜色是 Loreal的 Concentrated Shadow Duo Sessy 208 然后另外一款是 Bia的 06 Mote 充筍 只有戴两把刷子 一把是 Real Techniques的 Buffing Brush 粉 拿来放晒红 再莎莎买的 Eye Shadow Brush 把睫毛 睫毛夹 一定要有咯 然后有戴这个 Heroine Make 的 Long Curl Long Anker Mascara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跟之前那个器官的那一款呢 都有同样的功效 都是给Long 跟Curl的 它们就没有Volumize的那种功能 但是 这一款呢 它上了之后 你会感觉到你的睫毛没有 这样硬 比起 黑管 黑管 那个 黑管那个呢 它也是会帮你Curl 帮你Long Anker 但是假如你 动你的睫毛的话 你会发觉到这个东西 会比较 用了这个会比较柔软一点 反而用黑管那个呢 你动你睫毛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会比较 硬的 比较 没有这么柔软 这个还比较柔软一点 这也是很好用 Face Powder 我是带Into It的 Warm Beige 它是Oil Control Face Powder 然后是接的 叫来呢 它是黑色的 之前 之前这个东西出的时候呢 是 没有 它有一段时间 它出 特别款 它是有Pink Panther的那个 脚印 它是Pink Color的脚印 在那个管那边 所以那个很Q 凌彩 我是有带两款 这两个颜色就是我 那 马六甲两天一夜的时候 用的颜色 一个就是这个 Maybelline的 什么颜色 RD03 它是 拿来做咬唇妆的 这样子的颜色 这样子的颜色 浅到深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最近常查的都是这个颜色 所以我很喜欢 因为最近也是喜欢做咬唇妆 所以最常用的其实都是这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是 Maybelline 啊不 另外一个是 Revlon的 Color Boost Map Balm 它是 Map Balm Saltry 它的颜色是 225 Saltry 这样子的 其实我是很喜欢黑色 其实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都是 这两个其实它们的颜色有点香 只是这个比较浅 这个比较深 嗯 嗯 我发觉 Revlon的 系列的 唇彩 它好像 通常擦在嘴上哦 会比 这边的颜色 深一点 我还有带 Kate的 Liquid Liner Brown Color的 这个也是很好用 这个也是很好用 对 只是这个 跟洗茶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 是因为 它 你一下手的时候 它会 它的 Liquid会比较多 所以有时你不小心 扎眼 扎眼的时候 还是 太没有干 你冻到它 它就会 Smear 可是它一干了 它通常都不会冻了 它基本上都不会冻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推荐 不过 假如你是新手的话 你怕 四手的话 最好不要用这个 你 嗯 最好是用那种 已经 嗯 那种 eyeliner pen 不是叫的 那种 嗯 毛笔刷吧 算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叫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 因为 它那么那种是 出的 那个水墨 不会这么快 这么多 不会多 它是刚刚好 所以画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这个就 比较难控制 是 另外 是 两个 uncolor tattoo Maybelline的 一个是 这个是 Tough as Taupe 另外一个是 Lavish lavender 想用 Tough as Taupe 来当 我的 眼妆的 打底 而且上了 Tough as Taupe 打底的话 眼妆的确是 维持很久的 因为 但是 因为这个颜色 其实蛮深一下 所以你放了这个颜色过后 基本上 你的眼妆 就会比较 延熏一点 就不会这么清淡 好像我今天 这样子 所有人看到 好像没有什么颜色 City Color的 Color Pencil 它这边是 它们没有名字 City Color 也是 其实这个是想要画 其实我拿这个是 想要勾个卧场的 只是问题是 我是没有眼袋的 眼袋会很少 所以我就没有 真的没有拿 真的没有 所以就比较难用这个 虽然之前 用这个的时候 是 蛮漂亮的 它是那种淡淡的 香槟色 看的确是有一点颜色 只是 它不是那种很 很粗色的颜色啦 我最后一个 东西就是 Eclips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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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Shadow 但是我通常 不是拿来做它 我不是拿来当它是 Shadow的 我是拿它打来打鼻影 因为它很淡 跟我的皮肤颜色很像 只是暗了一点点 在这里 所以我通常 会拿它来打鼻影 还蛮适合的 因为它又不是很厚重 它又不是那种很显色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显色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拿它 拿它来打鼻影 所以很好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好 下次再见咯 拜拜